欢迎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我是节目片600度 这是位粉丝寄给我的 给我买了一根出具线 想要看一下是不是原装的 多少钱买的呢 8块8包邮 这种出具线看到拿到手之后 不从价格来说 单看这个触脸 它的触脸就不像是原装的 为什么这么说了呢 等会我们在讲文件下面看一下 当然这个粉丝寄给我说 见别原装的 是我跟大家开玩笑 其实的话他想 把这个线从这剪了换成一个原装的插头 他喜欢这种编织网的线 那这种编织网的线材到底好不好 等会我们再拆解给大家看一下 而且这个线有个特点 就这个线上面有个灯 这下面有个灯 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先拿一个30瓦的PD充电器 我们先连上这个电流表 好强制开启5V 我们插上之后 你看有个灯 这个灯非常好看 跟那个苹果电脑的 那个充电器 差不多 一种灯 充电的话会不会变色呢 我们研究一下 不变色 可能是夜晚指示的作用 就是 晚上充电找不到这个头在哪里 在黑暗的情况下 可以看到这个头子 应该是这个功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在小微镜下面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触点跟原装的触点有什么区别 我先来一个原装的插头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从上面先来一个原装的插头 随便找一个 找这个吧 我来这样的仪器啊 这个简单的 检测仪 原装仪器我 我们测一下这个 看是不是可以诱骗过去 仪器啊 好上面写了删这样 仪器这一关过不去 但大家的话可能手上都没有仪器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从触点这方面 来简单的辨别一下 我们在简文下面看一下 两个触点到底有什么都不一样 好我们来放大一下看一下 这个是 山寨的插头 可以看到它触点 第一个镀金层的话不是很 很平缓 其次的话 它的触点跟它的 机板就是 白色的塑料 之间缝隙比较大 处理的不是很 很好 而且这个 金属的插头啊 倒脚的话有毛刺 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原装的 好可以看到原装这个触点 跟它的机板的塑料 没有缝隙 处理的很平滑 而且它这个 整个插头的倒脚啊 没有毛刺 粘质是有很大的不同 好多人会说了我没有显微镜 我怎么看呢 将来教大家一个非常简便的方法 之前我们也说过 用这个小小的磁铁 原装的 这个插头是可以吸起来的 但吸起来不一定是原装的 一些金方也可以 好是可以吸起来的 但是我们试一下这个 没用的 所以吸不起来 那么这个肯定就不是原装的 其实从这个线的 价值来说 8块钱不可能是 原装的 但是有一些人 比如说一些 跟原装数据线长得差不多的 有的人也没有这种 分辨的能力 为一些不法的 商家 以原装的价格 卖给他 以刺充好 这样做是极不道德的 所以大家里面 根据我的视频 留个心眼 就是这样大体的辨别一下 当然对于那些金方的话 靠这些外观去辨别 和磁铁的辨别 是辨别不出来的 需要专业的测量仪器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 灯给拆开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 到底找啥呀 刚刚我们拆解了一下 其实他发光的话 就里面有两个发光的二极管 贴片二极管 里面都有 然后 里面呢 用那个热绒胶啊 进行填充 然后外壳的话 就两个 弄两个透光的孔 这样看下去 让他光 让他发光二极管 在那个热绒胶里面能够导光 类似于导光条一样 然后就看到那个灯的发光 他就非常柔和 不刺眼啊 下来我们来测量一下这个线有没有过压保护 我们先用一个来个万语表 万语表打到电压打 我们准备一个抹压电源 这边呢接时输入 插进去 开启啊 我们先开启到 5V吧 因为正常充电都是5V 因为它这个是USB的 也开不了9V 这个黑色表表呢 我们接地啊 接公共端 这个红色的呢 我们就得测量这个 它的第四引脚 是输 出脚 1234 也就是说这第四脚容易发黑 发黑的原因是它正极输出 5V 5.2V 这也是5.2V 接下来我们往上调 大家都知道原装的充电头是6.3V 自动关闭 之前的视频 之前我有视频大家 操作过 就是演示过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不演示原装头的关闭功能 测试这个线有没有 过压保护 我们先打到6.3V 没有过压保护 没有过压保护的话 像我们正常使用苹果原装的5V充电器 是没有问题的 用这个线可以 但是如果比如说你有的人 买的话在车充里面 车充的话是大家都知道 里面有车载的充电器 可能会 有12V的输出 烧开手机 没有过压保护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 车充 到12V 那么有可能 就会12V到手机里面 会上位手机 我刚冒烟了 30V输出 30V输出 它最好有30V 它这没有过压保护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 测试一下 它这个 线才怎么样 先心的话 第一是没有 编织网 第二的话没有铝箔 第三的话没有抗拉纤维 三个都没有 也就是很简单的 四根线 那么好多人在使用这个线的时候就会发现 这个编织网用得好好的突然根部就不能充电了 因为它这个编织网第一是没有 抗拉纤维 其次的话没有编织网 就是很简单的四根线 会造成根部这样 90度摇摆 它可以90度摇摆 这样就会折断 给大家看一下原装的线材 这是我用的 平时给大家做收集线的原装线材 这是外面的编织网 144编织网 比较多 0.08的丝 然后呢 编织网去完之后 还有一层铝箔 铝箔给它打开 把铝箔去掉啊 铝箔去掉之后呢里面有 黄色的 这种抗拉纤维啊 然后两个红色的正极 数据还有4根 地线 这样就 非常的牢固 抗折 那如果这个线再配上这个编织网 那就很不错了 或者这个线配上我的薄织网 那就天下无敌了 好感谢你收看本期的节目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